所以請教義宣哥 現在國民黨立委一直覺得說 可能民進黨一直把這個特別預算 可能放到自己口袋裡面 還是中保私囊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們覺得懷疑的話 可以用監督的方式 為什麼一定要用三預算的方式呢 而且當時大家發售 不是也三讀通過了嗎 我們這個特別預算就是說 原來義宣不夠 要臨時遇到什麼狀況 或是像馬英九是為了要擴大內亂 不是 擴大內需 擴大內需 特的條例嘛 那時候也花了很多錢 還有我們這個小英的時候 有什麼前瞻基礎建設嘛 我們現在蓋很多庭家庭 侯友的錢 新百姓蓋那麼多庭家庭 那也都特別條例啊 我們這個防疫期間 到現在義後 在分的什麼消費 什麼券 什麼券的 現金的 這些都特別條例啊 這些事情 當然今天國民黨的時薪引提出來說 藝後都不可以 都不可以開 那如果等到經濟不景氣 就需要政府去刺激的時候 那就都要立法他們通議 現在連什麼電費要漲 都要立法他們通議 國民黨的現在完全都沒有極限了 亂負一通就對了 好 那但是這一些 這一些講說 我們不要用特別條例 問題是你傅君祺就拿三個啊 欸 傅君祺說 花蓮 花蓮叫台東要蓋高鐵 不夠錢來 創一個紙照的 特別條例 這也是特別預算 這應該 一定可以有 當然是 特別條例 特別基金 特別預算 要不是什麼 他們不是說要砍嗎 傅君祺怎麼自己也提 沒有 這因為這個花蓮要蓋高鐵 這很重要 花蓮要高鐵 因為花蓮的人都每天在桌高鐵 這是傅君祺說的 所以這要有一條 國道六號要躺去花蓮 對日月潭 南島 這個水 要躺過去花蓮 這也要用特別條例啊 特別預算 特別的基金啊 我說這些東西 如果當國民黨都說可以 現在民進黨在執政 都說不行 我說這特別預算有相關的規定 緊急的時候 要刺激國內經濟的時候 政府是為這事情很嚴重的時候 就能贏 也要立法醫生扎啊 不然人家提這個特別預算出來 你國民黨你就拿去反對啊 你也可以反對啊 沒有一堂反對啊 有啦 頂導前章基礎建設 都要放豬仔 什麼內臟 都要放的 放到沒了 過一個月後來進出醫生 你像我台中的那個洋蔥英 好 那最要緊 那唐主席來聽證 當時我在做九郎教 從來爭取前章建設 就說 那個黑心 那個不通用不通用 然後就要選建議說 這堆頭到來都要洋蔥英進出的 笑死人 你當時都在放的時候 你說你反對 現在創好都在進出的 這就是國民黨啊 有什麼情況想要用錢的時候的 這一種做法 然後你現在把它擋住 不給政府用 那以後政府遇到這種東西 都完全沒辦法應變 好 所以請教冠底 因為你看現在就有人說 那萬一天災戰爭怎麼辦呢 好 那現在萊茵是要玩兩手策略嗎 因為很多人說 那你看國民黨的這個執政縣市 其實那時候前瞻預算 他們是也是有拿到補助去建設嘛 那你看馬匾17也有用過啊 馬英九那時候也提出愛台12項建設啊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都有用過 那為什麼國民黨現在要玩這種手法呢 國民黨的論述是說 特別預算有問題 特別預算問題很大 不遵守所有的這樣預算的機制 你們以後教兵教格 每一年年度預算啊 稅路稅出應該有個總額控制 不能想要做什麼 說就用什麼 不管天災 人禍 戰爭 發生什麼狀況 你不准用 好 邏輯要一致對不對 究竟 國民黨搞得大家好亂喔 我給大家看幾個溫馨的提案好不好 來來來 這是現在最新的 今年3月13號的那個立法院的提案 廖偉祥等18人 那裡都像羅志強啦 翁曉琳啦 這些都很出名 孟凱啦 這些朋友 他們提什麼 每個我們要加發給民眾 一萬塊錢的現金喔 一萬塊現金 裡面提案怎麼寫 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第三條 本條例辦理發放現金所需軍費 以特別預算編列 特別預算 好 這是廖偉祥 另外呢 那個2024年一樣今年 一樣廖偉祥兩個 他們要提什麼 他們說我們健保支出太少了啦 國際上都佔GDP10% 我們只有7.5% 所以我們應該要增加所有的點數啊 等等等等 我們要設一個 醫療發展特別條例 給我們的醫界 跟這些醫護人員 多一點的錢 聽起來可以討論 問題是錢從哪裡來 年度預算嗎 沒有吧 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條 經費上限 而為多少錢 三千八百億 三千八百億喔 編特別預算 我還沒有講 剛剛那個什麼 發一萬塊啊 是那個廖偉祥把去年啊 國民黨黨團 真名中的提案啊 幾乎一字不漏 全部照照 所以他們現在是網內互打嗎 自己有人提 然後自己有人要刪 沒有 你們搞得很亂啊 你提這一堆 有的沒的 要發錢啦 要多給錢啦 全部都是特別預算 然後另外一邊跟大家講說 我們預算法罷了四條要修法 不應該有特別預算 你們到底要怎麼樣 我覺得國民黨 舉行不是網內互打 黑白亂目啦 他根本就不知道 這兩件事情是一起的 就砍下去就對了 你前面先講 之前那個 國文就點出來講 之前講說 我們發六千塊啊 國民黨講說 不夠要發更多 大家記不記得 錢呢 當時不就是那個 全民共享普發現金條款 當時不就是也是特別條例 你們就現場可以反對 最後一個講 國民黨現在論述 把他簡化了 我們一定要認真聽清楚 不要被他們迷惑了 他們現在講法是講說 因為特別預算 我們就不能監督 特別預算 是沒有相關審查 錯 哪一條特別預算 最後立法院不用表決 你們都三讀審貨嗎 你們都要放在一起 對啊 你特別預算 只是一個條例 預算版的條例 代表說你不是經常性的預算 你稅入稅出這個總額以外 發生臨時的狀況 我們可以編一個特別預算 如果大家覺得不合理 在立法院就表態不要做 就像當時前瞻計畫 國民黨你們在放東西 撞來撞去 你們就反對 當時你們就反對 這就可以表態 結果現在當年反對 現在地方說 這些都他們爭取的 所以他們的錯亂 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好 所以請教東浩哥 那所以國民黨現在提示 真的是為哪裝呢 是為了很多預算 他不想讓他過關嗎 還是就覺得說 反正你就不能做特別預算 因為這個錢不是我看得到的嗎 可是剛剛說了 他也可以監督 委員也可以監督 都不要講監督更簡單的 因為現在國民黨加民眾黨 就已經國會過半了 民黨現在提一個特別預算 過給我看看 光表決投票你就輸人家 對不對 所以我如果今天 比如說520以後的賴清德 他以後會 賴清德政府上來之後 他會變他的預算 因為現階段 他也是蔡英文總統編的預算 那賴清德如果真的需要 變到特別預算的時候 他必須要有強而有力的說明 你才能去編特別預算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潛艦 剩下後面有七艘 這七艘我要一次編列 但是我不要放在 這個歷年的 每一年的中央政府總預算裡面 產生排起效應 我要單獨編列一個 潛艦的後續七艘的興建 做一個預算案 特別預算案 那這個預算案是不是很清楚 有沒有亂編 符合台灣的安全需求 是可以辯論的 最後要投票 投票的時候就是考驗了 因為你需要爭取 因為民黨的票數不夠 你必須要爭取有人願意投你 這時候是政策辯論 在野民眾黨也好 國民黨也好 有沒有能不能透過這個預算編列過程做實質監督 可以 可以 再舉第二個例子 馬英九總統的時候 金融海嘯 對 我要講我因為美國的那個雷曼事件 金融海嘯 消耗我被支錢 我會上電視就是因為那件事情 好 那馬英九做了什麼事情 編特別預算 大家應該還記得 金融海嘯的事情是編特別預算 為什麼 那時候台灣從房地產很多行業的受重擊 金融海 雷曼事件結束之後一年 還是於一波蕩漾 再過來 Cobular 19 2020年的一月 大年初二的時候就開始在搶 搶酒精那時候 過去這三年 有關Cobular 19的防疫 所有事情是不是特別預算 很多對於沒辦法工作 或者那時候 那個時候因為不能群聚 有很多事情 都是在這個特別預算 那個時候因為民進黨多數 所以特別預算過了 可是請問一下 國民黨能不能掉預算書 能不能掉資料出來看 錢花在哪裡 還是可以啊 好 如果你不要特別預算 以現在國民黨加民眾黨的實力 它可以直接否決 我可以讓你什麼都不過 好 可是我如果去修了那個法 照了曲信英委員修了那個法 你把緊急狀況的時候都刪 都刪掉了 都刪掉 我當然不希望 我當然不希望 但是我們隨便舉一個假設狀況 假設中國的經濟很不好 發生動盪 以兩岸之間的經濟互相的 這個貿易數字來講 台灣我們會受到影響 那種狀況之下 我可不可以先編一個特別預算 需要啊 因為我們永遠不知道 黑天鵝什麼時候會出現 那問題是 現在是不是講道理的時候 還是我只是要秀肌肉 因為國民黨加民眾黨 我國會過半 我不跟你討論這些 我就直接幹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說實在的 你也很難擋 只要是民眾黨跟國民黨談好 兩邊就過半啊 我只能忍耐啊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 你要去拜基督 你要去跟上帝 你要去跟上帝祷告 未來這三年多快四年時間 我們都不會遇到突發事件 就好像 我跟瑞德 我們那時候被丟到921的災區區 921災區 我不用特別預算 怎麼去救災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